昨晚,上百名球迷聚集在黄马下榻的酒店周围,只为一股巨星们的风采。 随着黄马的大巴车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,经过长时间等待的球迷们也终于迸发出了全部的热情。 经过14个小时的长途飞行,黄马球员的疲惫可想而知。 不过,面对热情的中国球迷,不少球员还是强打起精神与球迷们进行着互动。 上一次黄马访问中国还要追溯到2005年,而与6年前相比,尽管如今这支银河战舰的巨星数量有所下降, 不过,穆里尼奥、C罗、卡卡等人的到来还是足以引起众多中国球迷的疯狂。 在今后的一周时间里,黄马将先后与广州恒大和天津泰达进行两场热身比赛。 随后,他们就将返回西班牙与巴萨进行西班牙超级杯的争夺。 体育频道编译报道。